字幕志明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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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第一位 坐手的系統 創業市場當中最簡單 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 等各位一起來賺 在市場當中 要加快自己賺錢的速度 我會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 藉由效率換股 賺每一档我們票 最好賺這一段 快速把獲利堆疊上去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跟著坐手系統 效率換股方法去做 从2月27号到今天 一个月的时间 你的100万透过金流力量 已经帮自己创出348万的利润了 然后你的1000万呢 透过金流力量 也帮自己创出3480万的利润 当然 第二个要加快自己赚钱速度的方法 就是把市场当中效率的标股把它找出来 而每一档效率标股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做手系统就是把市场当中最复杂的资讯 贵捷到最简单的模式 就同你所看到的 跟着做手系统去做 4月8号的合肌 你会买在38.95 今天来到64.2 100万已经帮自己创出64.8万的利润了 而4月15号的荣行 跟着做手系统 你会买在20.75 今天来到29.95 100万也帮自己创出44.3万的利润 而4月17号的液态 跟着做手系统 你会买在23.4 100万同样 今天已经来到28.25 100万同样帮自己创出20.7万的利润 而做手系统 为什么可以创到市场当中最简单 最有销售的操作方式 除了这个系统 百分之百 是我自己原创之外 在进场当下 直接会给各位进场停损 停的价位 甚至一定会有移动停力去保护各位的部位 那怎么做到最简单最有效率的选股系统 很简单 一键主流把主流找出来 把效率的标股把它抓出来 而一键选股呢 当然就是每一个阶段唯一最好的买点 一定要把它抓出来 就像我在节目当中一开始跟各位分享的 第一个加快自己赚钱的速度方法 就是借由效率换股方式去做 而效率换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不要去浪费时间去等待一档票的整理 所以一定要坚持只赚每档票 最好赚这一段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跟着做手系统 效率换股方式去做 每一笔大的进出 一定都是百分之资金 一定是百分之资金买一档 一定要百分之资金卖掉一档之后 差钱换下来档不是吗 就是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 那怎么做我们可以一起来看 在3月26号这一天 这样票100万赚了21.6万 系统告诉我们基因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发一口袋 接着换股仗报酬 26号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转买国化这一档票 赚他最好赚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发生 26号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车胞赚钱 白口蛋 再把资金转买国化这一档票 赚他最好赚一段 股价大涨钱就要赶快买了 一定是百分之百之一买进 短短的一天 两天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8.7万的利落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 所以呢 这样的票 当然也是一样道理 一样 坚持赚他最好赚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3月27号这一天 这样的票一百万赚了8.7万 系统告诉我们基因 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红棒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大家当股票 赚完最好赚一段 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卖 你舍不得卖 到最后 常会像过去一样 一样的 报上报下 会浪费了很多时间 但是 当你有做手系统 当然可以再次加快 技巧钱的速度 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3月27号这一天 这样我们票一百万赚了8.7万 系统告诉我们基因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发一口袋 接着换赚报酬 问题是27号这一天 我们该把赚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 很简单 全部交给做手系统 我们只把时光回溯 回到27号这一天 很简单的按 一届选股多 一样赚金选股 3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赚金转满新大健康这种票 赚它最好赚一段 股价大涨钱就要赚快买了 一定是百分之百自己买进 短短的七到八天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94万利落吗 好事 好事 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 所以呢 这种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 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4月9号这一点 这种票一百万赚了94万 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挑开高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大家两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 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 到最后常会像过去一样 让大赚被小赚遗憾 又再一次发生 但是当你有做手系统 遗憾不但不会发生 反而可以再一次加快自己赚钱的速度 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4月9号这一天 这样我们票一百万赚了94万 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发一口袋 接着换上报酬 问题是4月9号这一天 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我们身上 很简单全部交给做手系统 我们只把时光回溯 回到4月9号这一天 操作可以很简单明确易懂 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读 一样资金选股 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自己转买名义这张票 赚他最好赚了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 4月9号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要不要赚钱 白口袋 再把资金转买名义这张票 赚他最好赚了一段 股价大涨钱就要赶快买了 一定是百分之百之一买进 短短四到五天 你的一百万不是也帮自己刷出 38.7万利润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 所以呢 这张票当然也不会是例外 一样坚持赚他最好赚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4月15号这一天 这张票一百万赚38.7万 系统告诉我们金转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挑开高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卖 再一次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再让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 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卖 到最后常会像过去一样 让大赚被小赚一看又再次发生 但是当你有做手系统 通常时间当然可以再次加快自己赚钱的速度 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4月15号这一天 这样我们票一百万赚了38.7万 系统告诉我们金转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发一口单 接着换股赚报酬 问题是15号这一天 我们该把资金 再换到什么样的部分身上 很简单 全部交给做手系统 我们只把时光回溯 回到15号这一天 操作可以很简单明确易懂 很简单的案 一件玄武多 一样是直行玄武 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卖 厂薪这项票赚它最好赚一段 股价 大涨钱就要赚一块 一定是百分之百自己买金 短短的四到五天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寄刷出44万利落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 也就用在節目當中 該跟各位分享的五個金流而已 事實上從3月11號到今天 20個交易時間 100萬透過效率換股 已經幫自己穿出207萬利潤了 而且1000萬了 已經幫自己穿出2070萬利潤了 而下一檔股票要等各位一起來賺 很多朋友在市場當中做股票 為什麼做得很辛苦 我們好好想一下 在市場當中我們要的到底是什麼 很簡單 我們要的絕對不只是一個 頭頭是道分析 而是一個真正會賺錢買賣點 市場當中會分析行情的分析師 會講故事的分析師實在太多了 但是有幾個分析師可以真正的 把股票把它做好來 我相信少之有少 所以跟著做手系統去做 很簡單很明確 我不給各位長篇大論分析 我單刀植入只會給各位 會賺錢買賣點 所以跟著做手系統去做 為了讓總資金銷達到最大化 而且一定要把握 所以一定是百分析資金 集中操作單量票 然後一定要嚴格風險控管 我絕對不允許手上的股票 曝露在極大風險當中 所以最大的風險 也包括在3.5%上下而已 更重要的 一定要給各位會賺錢的買賣點 這個買點跟賣點是領先的 非常明確的 也就是我在節目當中 一開始跟各位分享的 第二個要加快自己賺錢速度的方法 當然就是把市場當中 效率的標股把它找出來 而每一檔效率標股 都有一個固定的模式 做手系統就是要把最複雜的資訊 歸結到最簡單的模式 就像你有做手系統 當你看到周線大幅成本多 而關鍵價被日線買點突破的同時 很自然的它就會形成效率標股模式 效率標股模式一旦形成 在短期間之內 就有快速上漲的可能 所以操作就是要做到眼見為平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 就同這檔票在這一天 當你有做手系統 同時我們所有會員在這一天 一定看同一個事實 周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定是這個階段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既然是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我所有會員在這檔票這天怎麼做 很簡單 就是百分之百之一買進 等著好事很自然發生 那買進去之後 為什麼會在短期間之內 就快速大漲 很簡單 它一定符合效率標股模式 所有操作一定要做到眼見為平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系統 一起來 也就是我們在節目當中 才會跟各位分享的 過去很多投資朋友做股票 為什麼會做得辛苦 因為跟著分析去做 常常就在賭行情在拆行情 就是沒有眼見為平的事實 而跟著做的系統很簡單 而且非常的明確 每一個交易 你都看到眼見為平的事實 這樣我們不要在這一天 當你有做手系統 同時我們一定看到同樣的事實 周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當然是這個階段 日線唯一的買點 那日線的買點 到底有沒有突破周線的關鍵數字架 很重要 我們可以起來看 當天周線的關鍵數字架在37.3 而日線曾經有來到38.95 也就是說日線盤中已經突破周線關鍵數字架 日線買點突破周線關鍵數字架 它就形成效率標股 那我說過 效率標股模式一旦形成 在短期間之前就有快速大漲可能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做 而且買點只有一個 當然啦 就是百分之百之一買進 等著好事很自然發生 那好事有沒有很自然發生 當然有 那操作本來就應該這麼簡單且明確 更重要的 你在操作股票過程當中 如何讓自己做得非常安心 更不要像過去一樣 做到最後才會有大轉變小轉 小轉變太好遺憾 也就同我在節目當中 才會跟各位分享的 做效率標的一個最傻瓜的一個方式 什麼方式 就是日線買點 唯一買點出現的同時 百分之百之一買進 然後呢 我們直接拿大戶成本線 來當我們移動停力 沒有跌破之前 一路不知道跌破為止 是不是就是這麼簡單 超股票本來就這麼簡單 就同今天 今天行情大跌對不對 這個開高之後有出現下殺 可是它沒有破 沒有破大戶成本線怎麼做 當然就不用理它嘛 你就繼續抱著 後來尾盤就拉上漲田 所以操作就是要這麼明確 而且簡單 絕對不是拆不是賭 如果它跌破你就想都不用想 就是全數出清一張不留 把賺到錢放在口袋 再換下一檔股票 操作本來就該這麼簡單明確 這是為什麼我在節目當中 從來不會跟各位特別強調 另一檔股票的原因 股票都只是幫我們賺錢工具而已 沒有任何的理由 跟它死抱不抱一直抱在一起 尤其是沒有賺錢的股票 所以跟著做手系統你會發現 根本不用去強調什麼股票 因為我們擁有賺錢的辦法 同時 每檔股票都會來幫我們賺錢 再開檔股票 方法也是一模一樣的 這檔股票在這一天 當你有做手系統的同時 我縮會員一定看到同樣的事實 周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樣是這個階段 最好賺買點 而且是唯一的買點 既然是我唯一的買點 我縮會員只有一個做法 百分之百之一買屆 等的好事很讚發生 那同樣的 為什麼買進去之後 在短期間真的就快速上漲 很簡單 它一樣一定符合效率標果模式 所有操作一定要抓到眼睛會平 還是一樣 直接來看系統一起來 所以操作本來就應該這麼單純 也非常的簡單 就同這種票在這一天 當你有做手系統 同時我縮會員一定看到同樣的事實 周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 就是這個階段 最好賺買點 而且是唯一 既然是唯一的買點 一定就是百分之一買進 好事很讚發生 對不對 那同樣的 我們必須要關心一件事情 日線買點出現的這一天 我們把游標移到這一天 到底有沒有形成效率標果模式 我們一起來看 當天周線的關鍵輸入價在18.9 而日線最高來到20.75 也說日線的買點 在盤中早就已經突破 周線關鍵輸入價 那怎麼辦 它就形成效率標果模式 那我說過 效率標果模式一旦形成 在短期間之內有快速大漲可能 那想都不用想 一定是百分之一買進 等著好事很自然發生 後來隔天上漲 然後就是漲停漲停漲停 操作簡不簡單 就這麼簡單 為什麼 我們做股票要用作籌系統 就是不要等待前面整理過程 更不要等它大漲一段之後再做追價 那同樣的我們再重複一次 做效率標股最簡單模式是什麼 就是同我跟各位分享的 日線買點出現的同時 百分之百之一買進 因為買點只有一個 我不允許我所有會員買第二個買點 然後呢 我們直接拿大幅成本線 來當我們移動停令 沒有跌破之前 你不用管行情怎麼走 不用管怎麼震盪 就是一路抱到跌破為止 操作就可以這麼簡單 真的不用搞得很複雜 更重要的 我說會員跟我看到買點 絕對在同一天 為什麼 因為我的系統是完全沒有任何參數可以改的 我看到什麼 會員就看到什麼 就是這麼簡單 那同樣的 我們可以再開那樣票 方法都是一樣的 只是一直不斷的重複去做 讓好事一次又一次再一次的發生 一起來看 同樣的道理 這樣票在這一天 當你有做手系統 同時 我說會一樣卡通的事實 周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就這個階段 唯一最好賺點 不用懷疑 那既然是唯一情況之下 當然是百分之百之一買進 等到好事很自然發生 那為什麼買進去之後 昨天漲停今天又漲停 快速上漲很簡單 它一樣符合效率飆果模式 那到底有沒有符合 是用我嘴巴講用去拆的嗎 當然不允許 我們必須要眼睛來看 所以我們一起來看 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這樣票在這一天 我們看到一個事實 周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第一根 這一天就是這個階段 唯一最好賺點 那日線的買點 到底有沒有突破周線關鍵輸價 一樣我們直接來看 當天周線關鍵輸價在22.9 日線當天最高盤中已經來到23.4 日線的買點 在盤中早進突破周線關鍵輸價 它形成什麼 效率飆果模式 我說過 效率飆果模式一旦形成 在短期間之內有快速大漲可能 那應該怎麼做 就是百分之百之一買進 後來好事有沒有很自然發生 當然有 那同樣的 我還是要再強調一件事情 做效率飆果 我們就是用最簡單 最傻瓜方式去做就好了 不用想太多 日線買點出現同時 就是百分之百之一買進 然後呢 我相信你也知道了 我們就直接拿大漮成本線 來當我們移動挺立 沒有跌破之前 一路包到跌破為止 那為什麼我強調 要做到這麼簡單 這麼明確 不模離兩可 不用那麼多可視但是 賣股票 買股票是百分之百之一買進 賣股票一樣 百分之百資金出清啊 那什麼叫做賣個一層 等一下 然後再觀望一下 再觀望一下 你看到今天行情你就知道了 就是大點你就跑不掉 那我們一起來看 買股票跟賣股票一樣重要 這一些股票 都是我在節目當中 之前跟各位分享的效率標股 週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曲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當然是這個階段 最好賺來買點 那我說過 做效率標股最簡單的模式就是 日線買點出現的時候 百分之百資金買進 然後呢 直接拿大戶成本線 來當我們移動挺立 沒有跌破之前 一路包到跌破為止 這個地方有震盪有下傻 沒有跌破你不用理它 隔天穿了新高 漲停然後創新高 可是呢 我之前有沒有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過 有嘛 跌破當天我直接就跟各位分享 開盤 直接跌破那怎麼辦 想都不用想啊 不要懷疑 全數出清 一張不留 賣股票沒有什麼叫賣一成兩成的 就是百分之百賣掉 就是把這一段獲利把它放在口袋 然後呢 把獲利再換下一檔股票 包括這個地方 跌升之後它有漲停的反彈 你要不要去理它 不用去理它 賣掉就賣掉 後來它還是一樣 反彈之後就下來 操作就是這樣子 操作跟解盤絕對是兩回事 再開檔股票也是一樣 這次我在節目當中 之前跟各位分享過的效率標股 操作你會發現模式都是一樣的 周線多日線低 跟紅色的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就是 日線的買點 唯一的買點 日線買點出現的時候怎麼做 最傻瓜方式就是 百分之百自己買進嘛 對不對 那做效率標股 最傻瓜方式就是 日線買進之後 直接拿大戶成本線 來他們移動停力 沒有跌破之前 一路不知道跌破為止 可是這個這一天 開高不久之後 就跌破 我在節目當天我有跟各位分享 就是全數出新 你不賣就會像過去一樣 猶豫一下 就是大鑽變小鑽 小鑽被套的遺憾 持續不斷的發生 就跟你現在跟著分析師 帶你手上做的股票 有沒有這種情況 我相信有 因為都是在猜不肯定不確定 各種系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呢 我們好好想一下 事實上我們必須要用最 用最經典的時間來創造財富 用最大量的時間去享受人生 而不是相反 不是花一大堆時間去工作 然後去研究股票最後 賺不到錢 那就很可惜了 所以你現在需要的是 簡單消費的做手系統 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到現場 您需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您需要积極的創造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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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投顧幫您啟動 致上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自己推薦 02-2389-8029 02-2389-8029 02-2389-8029 做的系統要創造市場上最簡單 最有效的操作方式 讓各位一起來賺 各做的系統去做其指 縱使有一口單 百分之百當充 完完全全沒有流長壓力 我們可以讓好事每天都會發生 04一個月過去了 振這麼多 負這麼多 正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振2664點 05 兩天過去了 振這麼多 負這麼多 正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振663點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好事一樣再次發生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一筆對一筆 一口單充呢 可以振470點 今天第一筆加訊號 在8.55分的時候 跳空盤不同步 反向做多訊號 那為什麼不做 很簡單 我說過 在進場的當下 系統直接會給各位 進場停損停的價位 如果現在要停滿足點的同時 當然不會去做它 所以我們必須要等待下個機會 而今天下個機會 會在這個地方 收破不同步K線的低點 反向做空 相同的 一起來看系統 一起來 找上D跟K線 是個不同步K線 視為相抵 可是呢 航行走到這個地方 收破不同步K線的低點 所以我們必須射抽盤價 19761去放空 一起來看會不會成交 下根K線 最高來到783 所以定價百分之百 全部穿成交 但是 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 系統中幫各位規劃支撐區 一口袋振470點 記得把它放一口袋 就是這種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的 當我們擁有領先實戰新宿的同時 好事自然 每天都會發生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各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